疫情肆虐下 每天勤洗手喷酒精 使用抗菌消毒产品 已成为我们的日常 但用完后留下来的瓶瓶罐罐 到底该何去何从 来到彰化方越 这里是台湾再生塑胶的龙头工厂 每天都要处理堆积如山的回收物 将瓶罐压扁后 近200度高温杀菌消毒也一起完成 依需倒入机器中 粉碎形成小颗粒 再经过分选调出能使用的部分 于这间工厂来说 每年可生产约6到7万吨的再生塑料 经过热素定型赋予回收塑胶二次生命 重生为一个全新680毫升的沐浴乳瓶 也为后疫情时代 继续源源不绝产生的瓶罐找到出路 镜头转到桃源新屋 原来这些重新投胎的再生瓶器 来到了这里 拥有80年历史的老台生技公司 生产线上也有八成产品 使用百分百再生回收塑料瓶器 用回收塑料来做其实是比用新料 可能要贵个两成 可是在整个成本架构来看的话 其实可能就贵个两块钱好了 比如说那两块钱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可以承担的成本 更少的塑胶可以被使用 使用再生塑料制成的瓶器 一年利润就少了近一四百万 但老板宁可少沾一点 也不想再让更多垃圾流入海中 跟着潜水员进入海底世界 才知道真实状况远比想象更严重 所有海洋废弃物中两成都是宝特瓶 加上受疫情影响 也有不少医疗废弃物沉入海底 成为新一波的海洋危机 有碰到病人的这个体液的部分的话 是全部都是丢感染性的废弃物 所以在感染性的废弃物 针对快筛的部分的话 它的量会增加 除了快筛产生的废弃物 其他像点滴 鼠蚁导管 尿袋跟导尿管 有塑料的部分 其实都能回收再利用 第一线医护得先在使用后 丢入专属回收桶 先冰存起来 等待厂商接收 根据环保署统计 108年的感染性医费 有35722吨 疫情爆发后 109年达到36510吨 别少看这多出来的788吨 对环境也是不少的负担 在这之中 可再利用的医费 会来到这边 这一袋袋从医院回收来的医费 进到厂内后 为了避免细菌滋生 得先进到冷藏库 放在5度的环境内冰存 所有的医小的废弃物 在进场之后 会先进行到解带分类区 那首先呢 是要先把不可回收的废弃物 给挑出来 而在可回收的医疗废弃物当中 又分为是透析针头 还有点击三大类 再来进行第二阶段的消毒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 针对一包包一背进行分类 先把铁制品挑出来 再把缠绕在一起的血液透析器 跟导管分开 分别放在两个桶子里 利用蒸汽锅炉灭菌 温度设在121度 得花一小时消毒 但若材质有差 温度就得再提高 像比如说针头类的 它可能还有一些药剂 这类的东西 我们都会用135度去做灭菌 灭菌后的导管 把不同材质的塑料剪开 统一进入输送带 再进到机器中碾碎 变成小块塑胶片 机器边转动边清洗 同时调选不同的材质分类 透析器得先切除两旁塑料 剩下可回收的管身 放入振动筛内碾碎 形成彩色的微少颗粒 再经过材质挑选分类 再进到200度的机器内 融化挤压 变成一条条丝状塑胶 冷却后切成颗粒 就能重复再利用 台湾的医疗庇医而言 回收的比例差不多 才接近20几% 甚至它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去做这个回收 以这间回收厂来看 一个月可处理400吨的衣费 占全排总量的三分之二 之后再制成雨鞋塑胶握把 甚至成为三脚锥 销往欧洲 塑料回收再利用 点湿成金 会永续生态 共进一份心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